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男人将一个小女孩残忍地杀死在了地窖里 可没过一会儿 女孩却又完好无损地跑了出来 直到奔跑了好一会儿 女孩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在刚刚已经死了 等她再次醒来后 女孩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魔幻的世界 难道自己已经到达了天堂 就在这时 女孩发现前方不远处 竟然出现了自己喜欢的男孩子 随后女孩开始朝男孩的方向跑去 而在现实世界中 杀害女孩的男人正带着女孩的手链想要毁灭证据 而与此同时 原来男人将她的手链丢进了湖里 而在异世界的女孩也因此慢慢地沉入了水中 等女孩再次醒来以后 她的身边多了一个西瓜妹 西瓜妹告诉女孩 她们并没有到达天堂 而是身处现实世界和天堂的中间 只有当自己放下执念 才能够真正地前往天堂 而女孩根本不可能放下执念 因为她还没能将那个杀了她的凶手绳之以法 而此时她的父亲强哥 正在现实世界因为抓不到凶手而苦恼 可此时的女孩却惊奇地发现 身处异世界的她 竟然可以和现实世界的父亲相互呼应 第二天一早 女儿抽屉里的相机胶卷引起了强哥的注意 因为女儿生前有个习惯 那就是每到月底都会洗自上个月的胶卷 想到这 强哥便将相片全部洗出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果然 相片里的花盒邻居引起了强哥的注意 因为自己的女儿从来不会跟陌生人走 而这个邻居 恰恰就和女儿说过几次话 于是强哥便马不停蹄地开车来到了邻居的家 而此时的杀人犯看见强哥的到来 心里不免有些慌张 没过一会儿 强哥注意到了面前枯萎的花朵 那正是女儿照片里的场景 而在异世界的女儿也趁机让强哥手中的花起死回生 没错 强哥相信这是女儿想要告诉他什么 一种直觉告诉强哥 面前这个男人 一定不简单 借着帮忙的功夫 男人那张熟悉的脸瞬间让强哥想起了什么 没错 这个男人曾经就对自己的女儿虎视眈眈 他一定就是杀害女儿的凶手 眼见分为不对的男人转头就准备回屋 而强哥看见男人的表现 立马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可无奈没有证据 强哥反而被警察给训斥了一步 可毕竟死的是自己的女儿 强哥根本不可能冷静得下来 于是到了晚上 等妻子睡着以后 强哥便掏出棒球棒 准备亲自前往结果那个凶手 好